嘿嘿,大家好,你们还记得我吗? 是不是都在忙着干虚迷的地图? 是不是有点干疼啊? 之前就有我的粉丝建议我拍一期我的各种乐器的介绍 当时我就想先拍一期我的Plugin Instruments 其中就包括各种各样的吉他 曼陀琳还有尤克里里这样的 然后再拍一期竖琴类的 竖琴就包括各种各样的大号的小竖琴 小号的大竖琴 中号的中竖琴 还有包括那个温迪弹那个琴我也有 然后再拍一期比如说管乐类的 然后还有乱七八糟的打击乐的这些 然后这一期呢我也先卖个关子吧 先不详细介绍我的这些乐器 这期给大家介绍一位我很喜欢的up主 他是一名直弹吉他的一个up主 他也演奏了很多原神的音乐 叫做Jason杨嘉胜老师 没关注的可以关注一波 可能在很多小伙伴们的理解中呢 吉他可能分为两类 就是电吉他和不插电的吉他 不插电的吉他又叫原神吉他嘛 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不插电的吉他呢也分为两类 装了钢琴的就是明瑶吉他 装了尼龙弦的就是古典吉他 也这样不是特别严谨 因为明瑶吉他也可以装尼龙弦 然后古典吉他也不一定非装尼龙弦 古典吉他也可以装阳长弦 然后而且装了尼龙弦的也不一定是古典吉他 有可能是弗兰门戈吉他 大部分情况下来说 古典吉他是用尼龙弦 你用尼龙弦是古典吉他 然后明瑶吉他呢又是钢弦 今天呢我就跟Jason杨嘉胜老师联动一下 我们合作串烧了原神里面 两首海岛里面的曲子 叫做微波轻摇和海螺中的回音 这两首曲子我们串烧起来 我用尼龙弦的古典吉他演奏 然后杨老师呢是用了钢弦的明瑶吉他来演奏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两种吉他的音色 看一看能产生什么样的共鸣 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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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